然後呢我們要做的動作是把它存起來 存檔的動作就是檔案 儲存檔案 那建議呢是存在我的電腦的低槽 雖然它每次都會還原 但短時間內呢還是要先把它做一個 有規律的習慣 那建議檔名呢就是自己的學號 那小美是9513004 9513004 那因為每一次都會同樣檔名 所以我們就可以給它是數字啊 或是英文或是日期 那今天是3月15我們就031 儲存 存完之後它會呈現是一個叫做 Xmine的檔案格式 那只有Xmine可以開 可是我們希望呢它可以啊 在別的檔案或別的軟體裡面也可以打開 比如說Word啊 Excel啊 讓這個圖案也可以呈現呢 在別的資料裡面 所以我們要把它轉存呢 成另外一種檔案格式 我去把這個動作給做完 它會是呢匯出 會是呢圖片檔案 那我們點選下一步 那一般建議啊是JPG的格式 它會有壓縮過 那檔案要存在什麼地方呢 一樣是瀏覽 我們的低槽裡面的9513004 那這邊呢可能還是要給它一個 9513004 橫線0315 的名字 然後儲存 按完成之後呢 它會做轉檔 然後會開你電腦裡面啊 任何 慣用啊 的看圖軟體 這一台電腦的看圖軟體呢 就是 喔這個 Media One 這就是剛剛做的那個圖案 好先到這邊